因為如果有男生開車騎摩托車等等 如果他們就盯著他們 這樣 辣妹 飄 飄一下 對啊 喔 事情大掉 哇 短短 我不太喜歡台灣 我真的 我是未來高雄的市長 人正會做事 對 為人民服務 是的 是的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你可以訂閱 叮叮叮 按讚 按讚喔 對 我贊同 分享給你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打風打個大 今天是個很特別的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教授 Justin 終於來了 終於已經一年多了吧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剛開始經營 YouTube 頻道 你那時候也在高雄 那你留言在我的影片下面 是你留言在我的影片下面 我不記得 但是反正我們有通電話 講電話 對 但是我們的時間那時候不配合 所以其實是剛好我們滿一年的朋友的關係 沒錯 網路朋友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高興 而且 我們有很多話我們要說 真的 其實每一次都講一堆在電話 然後 對對對我們的太太 你的太太跟我的太太 他們開始覺得 欸你們有點奇怪 你們到底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夏天的時候 對 我夏天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會跟他講電話 對 老婆說你花那麼多時間跟他講電話 幹嘛 幹嘛有什麼奇怪的關係 對對對 完全沒有 那你再 我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先因為我很好奇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三十年前來到台灣 對啊 那時候是為了學武術 武術啊 所以我是你長輩啊 對啊 那你就是一直在台灣一路一路 到現在 後來你在 在讀大學 讀到那個博士 拿到博士的學會了 是是 後來變成這個在一個名校的 那個教授 當副教授 現在的身份 是是 教授 Justin 對對 就覺得很驕傲 這樣沒有考慮 對對對 我就是很好奇 三十年 你那時候在台南 都在台南 對 就是高雄 不是高雄 台灣的南部 三十年 應該那些地方不像現在那麽發展的那麽好 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想 回去想像我在跟我的朋友隊員在講過 你過去在台南的那時候 三十年前你就要了解我來到台灣那時候 我大概有六個月沒有看到外國人 都沒有 對對對 這個我講過吧 那可能你們的觀眾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就是那時候 台灣的那時候 外國人是屬於稀有的東西嘛 就是不少 很少有的了 非常少 尤其是在南部 北部還可能比較多一點 但是這就很少 就像一個蘋果一樣 就像一個鑽石好了 嘿嘿 我們不要講蘋果好了 這才樸素嘛 好 把自己的位置提高一點 沒有一個日本的那個蘋果 日本的蘋果 好 特別 所以就南部 我是覺得那時候真的 誒 說實在那時候 人家都不用 我來的時候 騎摩托車 不用戴安全帽 對啊 後來法律有規定 就是南部的人頭比較硬 對啊 所以是不太 哈哈哈哈 沒有 開玩笑了 這個就是開玩笑啊 當然你們的頭不是比較硬 對對對 頭的硬度 但是跟一個西瓜差不多 都差不多 你還有你的手 還有這個武術的 好像沒有 能力 還是很強 然後我要跟各位說一下 我跟大方坐在一起 雖然說 這裡的高度好像看起來差不多 對啊 但是我們一定要坐下 因為如果站起來 我看起來好像好逼人 跟那個綠巨人 站在一起 好可憐 所以對 超可憐 但是非常適合在台灣的 我 我 欸我是不是不能這樣講 低頭嘛 你都 會妥貝 你可能都是要低頭看 因為你特高啊 所有的東西都很低嘛 對你這個病毒是什麼 為什麼那麼高啊 是什麼回事啊 就是我的 我的爸爸也是 跟我一樣高 你爸也高 我的阿公 我的阿公現在 九十二歲了 嗯 他是一爸爸 欸他還活著 很 身體很健康 他很高 對 他下個禮拜在那個修改他的家裡 真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在講 我阿公也是以前 九十二歲還在處理家 對 他活到九十九歲 OK 所以呢 你那時候為什麼來台灣學武術 你那時候怎麼知道那個 台灣 因為那時候 因為科技法獎 可能現在 不像現在沒有那麼好 網路啊 啊 這類的 對 你怎麼找到 那個台南 台灣 其實那時候就是因為我的師父是 台南的人 你怎麼認識他 他 因為我十三歲的時候開始練 我本來是練空手道啊 啊 Karate Karate 跟我一樣 啊 你有練過 對 小時候 啊 真的 你練到什麼戴嗎 有什麼 沒有 綠色的 綠色 Green Belt 沒有戴綠帽子 還好 沒有還沒戴 對對對 這也是南部啊 所以Green 對 Anyway 沒關係 我們不討論政治今天嘛 對對對 不要碰政治 以後我們再碰 對對對 我們不怕 不怕的 基本上不會怕 不怕吧 但是 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 對 如果你是不怕掉你的粉絲啊 或者什麼 突然 欸 講關於這個我必須 我們要回頭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婆 跟Dane 我們去夜市嗎 然後呢 被認出來 我拿下我的口袋 要吃那個 那個 那個豆腐 那個做米的那個甜甜圈的 欸 那下來我就聽到 我不是外國人 就被認出來了 好厲害 所以好像我的南部的分 好像南部分數 好像很多是南部的 當地人 我上次去好士多的時候 跟老婆 他還沒有生孩子的時候 我們去買一些東西 有一個人 欸大風大風 真的 你昨天也被認 但是我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誰啊 對 他是我以前的學生嗎 還是 還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說 你好你好 他說 我是你的粉絲 我說 謝謝 謝謝 你的支持 真的耶 對對對 這感覺是真的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 但是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是感謝沒有錯啊 對啊 就是還沒有習慣 對 但是我們這也不會拍馬P給我們粉絲對不對 不會 就是禮貌的 讓你們覺得 客氣的 畫素回來 畫素回來 就是 所以師傅 我本來練空手道 練完空手道 後來我看報紙 報紙裡面有一位南非的人 他那時候是26歲 我那時候是3歲 他有去台灣 一個會飛的人 南非人 不是 南非人 我的原本的教練 那他有去台灣三個月 練少林拳 嗯 然後我看到這個報紙裡面 寫這個 因為我就很喜歡李小龍嘛 誰不知道李小龍 對 所以我看到李小龍的 欸 這樣他真的可以練功夫 因為那時候南非只有空手道 所以有功夫這個東西 我就想說 一定要去學 那我就去 然後找他 下決心 對對對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有黑帶嘛 所以是有一點功夫在啊 對啊 但是是空手道 然後我就轉到那個功夫 開始跟他學很喜歡 後來 大概我練了跟他一年後 那個師傅 從台南飛到南飛 特地飛到南飛 為了找我的教練 然後來看他的學 對 來看我們學生 所以我那時候認識我那個師傅 然後我就跟那個師傅說 師傅我以後想要跟你 就是很天真的 他那個師傅會這樣英文嗎 很破的英文 很破很破 比如說 Really really nice 就是有濃重的功夫 非常的 我會這樣講話 但是可以溝通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師傅我要你的弟子 可是這時候我才14歲喔 然後我拿一張 14歲 14 14 不是40喔 對啊 我拿了那張紙 我拿一張紙 拿在手上 6年了 我看不懂那個是什麼地方 那個就是民運 他是用國字寫的嗎 國字寫的 寫他的地址 然後我就知道他是台南 他跟我說是台南 所以我20歲的時候 我跟一個朋友 一個黑人的朋友 我們就 我當病患的 賺一點錢 然後我們就坐飛機 來台灣 到台灣來 根本不 除了知道有功夫而外 然後台灣是做玩具 因為以前南非 那個玩具 我們買的玩具都是台灣 所以就翻過來 made in 台灣啊 對對對 對啊 所以就這樣子 這是不可思議的 可是我記得 你當時來台灣就是為了旅行嗎 那時候就莫名其妙到台灣 因為那時候我在 本來就在澳洲 後來去漂流 搬世界 大概那個時候 已經去了大概40個國家 然後後來就是 40個國家 對 40個國家 那後來就覺得 好回去的時候 就順便到台灣去看一下 一下飛機 就覺得不錯 但是其實那時候 一開始 我不太喜歡台灣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 去了那些國家 背叛台灣 對啊 已經出賣了你們 那開玩笑 我那時候 我去了的那些國家 我去了的那些國家 就是東南亞 比較偏東南亞的那些國家 所以那邊的那個氣氛風格 是不一樣的 當然台灣是屬於這個四小龍 所以比較發展的國家 但是我那時候是冬天 我在台北 天氣很冷 天氣很冷 灰灰的烏烏的 烏烏的 就是都是那個大廈 你看起來有點 呃 像時間末日嗎 髒髒的那種感覺 髒髒的那種感覺 因為在我的那個腦海裡面 我的概念就是 亞洲就是一個 一個天堂嘛 天堂 對 海邊啊 突然來台灣 就是享秀 都是建築 都是那個工廠啊 就是工業區 你那時候在桃園嗎 還是高雄 沒有 在台北 在台北 但是呢 後來我一個人 從台北出發 我到高雄 到了高雄以後 我有點改變 我的主意了 我覺得高雄不錯 因為那時候 高雄天氣還很熱 雖然台北很冷 再下雨 來高雄的時候 冬天高雄還是很熱 大概那時候 二十六度 然後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不錯 高雄去那邊 觀光 第一個地方去那個 西子灣 你去西子灣 我們昨天就帶他去啊 我最喜歡的地方 後來帶我媽媽 跟爸爸去那邊 他們覺得 哇很棒 不錯的一個地方 柏爾那邊嗎 那時候 柏爾完全沒有法獎 欸 柏爾很讚耶 非常好 其實你知道我就是 很熱愛高雄 欸 我真的 我是未來高雄的市長 人正會做事 對 人民服務 是的 那時候我在西子灣 西子灣 柏爾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那個法獎 不像現在 那麼厲害 對 但是呢我覺得 哇很漂亮的地方 因為有山有海 有山有海 我覺得哇 這個很漂亮 也有美女 有美女 你不覺得這個是台灣的一個優勢嗎 天氣越冷 裤子越短 就是你要當一個辣妹 一個台妹 你就是要忍耐 你要忍耐 其實那是服務吧 那屬於也是社會的服務啊 高雄的那個那些辣妹 他們特別厲害 對 不管很冷 他們還是會 可以穿得很短 就是堅持 這個基本的一個 原則 原則 原則就是穿短褲 短褲一定是 所以要等一個 是制服吧 對對 uniform 對對 完完全全的台灣的辣妹 她是台妹 一定要他們短褲 對啊 這也是要感謝 因為這個是讓眼睛紓壓嘛 就是讓眼睛舒服一點 很危險嘛 因為如果有男生開車騎摩托車等等 對 有可能 如果他們就盯著他們 這樣 辣妹 飄 飄一下 對啊 大事大條 哇 大事大 哈哈哈 我剛剛講的 來高雄的時候 有改變主意了 嗯 後來回去台北就決定 我不要留在台北 但是我就再玩一玩 那就是 過了幾個禮拜 就回去英國 回去以後 就在英國開始 新的人生 我那時候 不覺得 會回來台灣 因為 你在回去英國 不會覺得有憂鬱症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我們夏天 我們就在那個英國南部 天氣不錯 是啊 每天有大太陽 太陽啊 空氣乾淨的嗎 乾淨啊 吃凌晨 可是有女生穿的褲子這麼短 當然沒有 那邊只有牛 有放 哈哈哈哈 只有牛 對 沒有 開玩笑 你說是 對對我就是在鄉下 但是那時候 你是住鄉下 對很漂亮的地方 那些牛很漂亮嗎 很漂亮 牛也漂亮 你有牛的朋友嗎 沒有 那邊 那邊很無聊 沒有什麼好聊天 所以就跟他們交流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反正 我在那邊 又找到了一些工作 因為剛好有些朋友 他們在那邊 開了一些公司 那我就在公司裡邊 幫他們工作 其實賺的錢不錯 我記得你是讀 你是讀什麼 Marketing嗎 新夏 你讀什麼在大學 我忘記了 歷史 你是讀歷史啊 但是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幫他們在公司 在公司裡面 其實沒有做什麼 你讀歷史 對啊 我知道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看歷史的書 對對對 還有毛澤東 哦 那麼聰明的人 所以你很喜歡歷史的背景 對對對 等一下 我們要 我還沒講過 對不起 所以我在那邊 在公司裡面工作 其實賺的錢不錯 所以就覺得不會回去台灣 我已經在這裡習慣了 賺錢 有些朋友 我們週末的時候去去玩 這樣覺得非常好 而且就在那麼漂亮的地方 不想離開 有女朋友嗎 那時候沒有 還是女的朋友們 那個地方沒有 你找不到 沒有這個地方 因為那些比較聰明的 比較會讀書漂亮的孩子 他們一畢業就會到那個城市發獎 倫敦或是哪裡 對 因為我們離倫敦很近 所以大概開始一個鐘頭 所以他們會到那些地方發獎 不會留在那裡 因為就是想像 所以幾乎就是男生會開公司之類的 在那邊發獎 那種公司都做什麼的 什麼都有嗎 沒有 有一個朋友就是建築 改房子 改房子的 那我就是在那邊去查一些東西 因為他那時候跟那個 一個大學跟他們有合約 那我們的那個責任就是要去查 這些那個地方是安全可以住 是喔 因為快要開學了 所以就是看一下 需要那個收東西啊 叫師父 師父要幹什麼 所以你是懂得一些關於建築的設計 跟安全性之類的吧 一點點 但是其實那個工作是簡單的 可是你沒有講到說 那居然你那邊的公司那麼好 那你為什麼 好像後面還跟我在那邊講 沒關係啊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後來還是來台灣 爸爸想去旅行 喔是你爸想去旅行 他說可以跟你一起去台灣嗎 真的 看你的照片看起來不錯 也便宜 那時候一個英鎊是50台幣 現在多少 38嗎 37 台幣變強了耶 也有兩個因素 也是因為我們脫歐了 所以脫歐以後就降低了 啊Brexit嘛 Brexit 對 所以他就降低了 反正那時候不錯 所以轉的錢 可能那個在英國 如果你的薪水 可能一個月十萬台幣 哇你來台灣就不得了 不得了 對 所以我們玩得很開心 就覺得哇很便宜 後來我們去那個南投一個那個 音樂會 認識一些那個外國人 他們在這裡工作 他們在這裡學習等等 後來他們開始介紹 等等等等 那就莫名其妙碰到一個人 他說你可以試試看等英文老師 因為其實我也有想過 要試試看等老師 可以問你嗎 你不是曾經有演過電影嗎 你不是本來也是想要做演員嗎 演員 電影演員 你不是想要再演嗎 有有有有 在台灣等過 但是因為就是就在那個高雄 台灣的南部的機會不多 我如果要發展這個這個行業 一定要搬到台北 那那時候拍完了 他們說也不錯 但是我不願意搬到去台北 因為我就想留在 你想留在高雄 下崗 其實我 說實在好 雖然說我太太是從高雄 我以前對高雄的印象 然後就完全不是那麼喜歡 因為空物的關係 對 這一次回來 我完全對不起高雄 我真的要道歉說 我很對不起 因為連我的朋友 Dwayne他都說 他覺得高雄是台灣最好的城市 喔 敬佩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的廣眾 謝謝謝謝 請記得多訂閱大方 對啊 還有多訂閱我 我們未來的目標是 今年我們想要升為台灣 最紅的 最紅的 對 網紅 到處走都被認 對 你比較要認 因為你太高了啦 大家都看到了 危險 危險性高 但全台灣發展 我們以後好像還有很多話可以聊吧 我覺得 我們就 我們可能以後就是要設定一個 正常的題目 脫荷秀 對 可以 其實很多事可以 因為台灣話題太多了 我們需要被投資 對 而且 缺點是說 可能就是 少數的外國人 是花時間 真的去評論一些東西 我們不是只有講好 我們也會講到 哪裡要跟 有可能是語言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要談到 比較深入的一些話題 你需要就是 這個語言的能力 沒有錯 如果你不夠的話 那就沒辦法 所以感謝那些辣妹 讓我們學會中文 欸 跟他們不要關係 危險 危險 如果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你可以 訂閱 訂閱 按讚 按讚喔 對 分享給你最好的朋友 講得好 看得好 好的 下次見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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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